中午吃飯時間 台南這家自助餐店 滿滿都是來包便當的人潮 看看菜架上 滷肉 香腸 滷蛋 什麼都不缺 蔬菜部分則有 紅蘿蔔 A菜 高麗菜 菜色很豐富 不只如此 包一個便當 平均60元上下 簡直太佛心 有網友到這裡買便當 便當盒裡裝了滿滿的菜 炒紅蘿蔔 絲瓜 豆芽菜 南瓜 A菜等等 總共7樣蔬菜 加上一顆滷蛋 還有一片豆皮 結帳的時候 老闆說出價格 讓人以為聽錯了 因為這樣的便當 竟然只要45元 山陀兒台風清台前後 全台菜價一路飆漲 想吃全蔬菜餐 可能還比全吃肉更貴 不少自助餐 餐廳乾脆減少蔬菜料理 看看這個便當裡的蔬菜 以10月17號批發價來看 小黃瓜一斤高達80元 南瓜一斤也要27元 紅蘿蔔一斤13.9元 一項被視為便宜蔬菜的豆芽菜 也要一斤12元 價格就是便宜 比一般的還要可以 物價飛漲的時代 老闆薄利多銷 也讓消費者的外食費 真的節省不少 金新聞黃一斤 李財龍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